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打扮了一群猪人最后被一只猪人打死的小月 不是说将是猪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吗 为什么无缘无故在背后吸气我 我不服 不过不服也没有办法 我又被送回空岛了 这次回来一定要把父母胎做出来 出门一趟 我的装备都磨损的差不多了 游戏与盒子开出的钻石 有个新胸架 再做个新头盔新靴子 好了 接下来去商店看看 做附魔台需要甘蔗 乔治佩吉亚后就没有吃东西了 给他们买点胡萝卜 甘蔗甘蔗 找到了 换一个甘蔗 再换一个 不过 再来一个 最后再换一个胡萝卜 差不多了 接下去把它们种下去 够不了多久就会疯伤了 把胡萝卜种在这里吧 甘蔗就种另一边 把地处一下 啊嘞 种不了 等一下 让我回忆回忆 对啊 我这个傻瓜蛋 种甘蔗都忘记了 以前把阿阳种了那么多次 甘蔗得在水边才能种啊 先挖一条小沟渠 看起来有点像月缸呢 然后在沟渠的一侧放上泥土块 另一侧倒上水 最后在泥土块上种甘蔗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哎呀 感觉离开阿阳以后啊 我的生存能力急剧下降 另一件简单单的小事都回忆一下才想得起来 阿阳啊 阿阳啊 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好想念和你在一起玩耍的日子 嗯 算了 就算我在这儿喊他也听不到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干活 早点建设好家园 到时候就说不定又可以碰到阿阳了呢 好了 去商店多换一些甘蔗和胡萝卜 然后把它们统统种上 接下来就可以期待它们的成熟啦 心情美美的 趁甘蔗还没熟 给大家唱一首呼声很高的歌曲 离人愁吧 这首歌一直拖得迟迟没唱 就是因为太难了 如果小游唱的不好听的话 你们要多多包含哦 我硬在江湖悠悠 饮一壶着酒 嘴里看白花生出仇 莫把那关外也有 六家人守候 梦里生辞亲高级咯 好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就结束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